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塞拉达阿曼看金融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12月4日8点30分 美东时间2020年12月3日19点30分 把握大事板块 洞察投资机遇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呢 关钱集结 正常真道 昨天呢 我们会发现 按照这个法定杂盘日的说法 他是正常了砸了一下 砸了一下呢 有些人就很恐慌 但是我们发现啊 跟大家说的那几个强势板块啊 就是我们认为可以布局的板块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异样啊 我们可以看 就砸了这么一点点 对吧 这个完全是一个合理区域 个人认为呢 他这个砸的还不太到位 说实在的啊 我认为这么强势的回调不是一个特别正常啊 这个你要说往强势的说呢 他有可能是往上要这个冲锋了啊 这就是要往上冲锋 就是在集结兵力 那么我们看这个15分钟图呢 这块呢 画一条水平线 非常明显的是前期的平台啊 他就是要踩这个平台 没踩呢 就起来了 啊 当时跟大家说了一个 呃 我说要是强一点 他就踩这上尖 结果连这个上尖啊 他都没到 是吧 咱们当时想的是3430啊 3430到3435一线 呃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啊 昨天虽然拉起15分钟拉起 但是 没有真正的 形成一个就是向上开口的状态啊 就是没有形成直接向上 说明什么 说明在这儿粘合之后 有可能啊 这个咱不能说绝对 有可能会再次长口向下 如果再次长口向下的话 如果再次长口向下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小石线就会死啊 小石线这块已经死了 就会张嘴 张嘴向下 张嘴向下的话 就会达到咱们昨天说的啊 这个高点啊 我觉得不见得能够守得住啊 不要看 我们当时给大家画的一条射线 对吧 我说这个上升趋势就在这个位置 是整个一个上升趋势 这块呢 虽然有一个台阶 我当时跟大家说 我说这不见得守得住 如果这守住了啊 如果这守住了 说明非就是冲冠的意愿就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啊 冲冠的意愿就非常的厉害了 要非常强烈 那么我们再来看 如果踩这个位置 我们看啊 踩深一点啊 就在这块 直接踩回到3380这一块 可不可以接受呢 可以接受 这块呢 就相对的呢 又弱了一点啊 就是3380 3350到3380一线 这又弱了一点 最好是什么呀 最好是大家看我画的这个上升三角形这个区域吧 大家就看啊 3390到 3400一线啊 就是3390到 3400这个区域吧 如果踩一下的话 忘记起 既它是 又 决呃 显示了主力资金啊 决定网上这个 冲锋的意愿啊 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 对于昨天的这个调整啊 不是 太充分啊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咱们说的那几个重点板块 昨天都是在强势 当时跟大家说了几个重点板块 第一 石油 对吧 就是能源啊 能源 那么我们可以看 石化油浮 能源吧 安源煤夜 能源吧 长春燃气 能源吧 是吧 就是涨幅前面的都是能源 对吧 这个咱们首先来说给大家定的这个板块 因为跟大家说了 我说了一期几期节目的这个个股 后来发现了 这新浪都够删了 这所以说咱就没法说个股 您就在这个我说的板块里头 您去找去 对吧 如果要是说是想听个股的话 咱们以后可以在我这个评论区留言 咱们就在这个直播节目里头给大家去盘中 说一些个股 另外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科技 科技这块显示的是什么单化科技 实际上我跟大家说就是科技和5G芯片类的 我们可以看 昨天整体都不错 除了像被美国制裁的那个中芯 中芯不被美国制裁 你也不要指望它现在有什么大涨 盘子太大 我们找一些做芯片的小科技股 有很多这类的科技股 那么我们可以看昨天涨的单化科技 我们可以看单化 这是一个科技 我们再来看创业版昨天虽然很弱 我们看创业版虽然很弱 除了受疫苗这个影响 它非常强势的生物之药 我们把生物之药这块全给隔过去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 迪普科技 这块当时还跟大家说过一个区块链的远程医疗 就是这类的 就是这类的股票 都是不错的 而且现在科技有往什么地方转呢 往科创版 还不是创业版 我们再回过头来 因为科创版 它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板块的指数 就是因为它那个指数科创版成立特别小 它那个指数的K线图 没法用 就太短 那么我们就还是看上证 上证 我们可以看 除了大能源 现在就是这些什么思维电子 这些科技股 整个在撑着 我们从这开始 从我们浦门这块就开始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 创业版的很多 科创版的很多科技股 都是昨天维持了强势横环 或者是蓄力上扬的一个态势 我跟大家 曾经我在会员群当时说过这个 这是我们在会员群 很早我们就布局了 这只股票 那么现在是一个非常 前天是一个强势的阳线 那么昨天是一个强势的横盘 那么像这种科技股 有很多 我们现在都值得去关注 我们现在就把重点放到科技上 明确跟大家说 这只票是我们会员 在很早布局的 现在不能再追了 现在不能再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A50 A50当时也跟大家说了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多头排列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多头排列的态势 而且创出了新高 而外盘的标普 昨天创新高之后 有的人发现 他尾盘跳水 这不是一个好迹象 尾盘跳水不是一个好迹象 会不会影响到黑股呢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 他尾盘这半个小时跳的呢 是非常剧烈的 可总体上 我们可以看啊 标普 没有跌破 昨天这根阳线的一半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认为呢 美股现在直接塌方 不太可能 咱们讲A股 为什么说上去 美股呢 美股塌方的话呢 对A股没什么好处 从这样的判断 A股现在 在咱们昨天不是说了一个雪庸蓝冠马不前吗 对吧 A股在现在这个位置啊 可能还要再积蓄 一天的力量 一般的情况下 这种阴线啊 小阴小阳 就是小的线出来 三根 才能够真正的冲关 当然了 我们要注意啊 这两阴之后 如果今天给根中阴 那就坏了 那就坏了 那就不是要冲关了 那这块可能就有变化 我们就要小心一下 但是也不是说彻底的就不行了啊 就是就是废了 这不是这个意思 我指的是坏了 就是需要观察了 那么如果今天再收出一根十字星啊 就像就像这样的十字星 甚至来说是一根红的十字星 你看这两个不是都阴线吗 一根阳线十字星 因为我知道我听过节目的 还有那个美股的朋友 美股可能 呃 好多人都用这个绿啊 绿阳这个红阴 那么如就是总而言之 就是他如果能收出一根阳线的十字星 那就更好 下周一啊 可能就会随着周末会不会放出什么大招来 A股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基本面 老能和这个技术面产生共振啊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呃 管理层啊 他他也看K线 还是就是怎么回事 呃 还是有人先拿到了管理人管理层的消息 所以是把K线图形呢 就集结成这一样了 这咱不知道 但是总而言之 就是技术面和基本面 在A股 以往的历史上 90%是基本面和技术面共振 比如说像当年530大跌啊 咱们就是技术面上顶背离了啊 而且呢 就在这个顶背离的时候 我们这出了一个 刚好要加收银花损啊 这个抑制这个牛市 那么怎么 他不早早不呢 你弄一死叉的时候 你出这个政策也行 他没有 他非得等顶背离的时候 就是非常非常的诡异 在这个上证啊 和这个A股这块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 不用太忙着 说是我现在获利就减仓 您如果要做一个移动指引 说我现在都获利30%了 我减个三分之一 减个四分之一 这没有问题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没有必要 看这个小便宜 我们稍微等一等 看看今天是什么结果 如果今天是一根 小的14K 特别是在踩到3415附近 这个位置的小14K 就是十日均线 这块了 三 看一下啊 十日均线啊 3415附近的这个 14K的话 出现的话 我们呢 恐怕还不是减仓 如果您仓位比较单薄的 还得加 这就很有可能 会在周末的时候 会进行一个 有什么级别面的消息 或者冲关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呢 从目前的图形来看 我们可以看 小石线 不太好 小石线不太好 但是没有走坏 没有走坏 明确也跟大家说了 如果在这块进行一个横盘 用时间换空间的话 那是上证 绝对要冲关的动作 那么这个冲关的时长 刚才跟大家说了 至少要等到第四个交易日 如果第四个交易日不成 按照上证的惯例 一般的会在第六到九个交易日 进行冲关的动作 这个呢 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现在看不见 那么具体的呢 板块还是咱们昨天所说的这些板块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播报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还是每一股时间再见